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习在两会上表情诡异,引外媒关注 刚过去的中共两会上,党魁习近平的桌前照就摆放着两个茶杯 有外媒拍到的照片显示,习在喝茶后皱起眉头,疑似极度痛苦 这张照片引发习的健康不妙的猜测 英国《每日邮报》3月11日晒出了多张习在两会上的图片 其中一张是习近平在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的闭幕会议上 他喝茶后皱起了眉头 报道说,坐在椅子上的习近平伸手端起左手边的一个茶杯 喝了一口茶,然后露出了一场痛苦的表情 紧闭双眼,脸皱成了一团 报道称,习面部表情怪异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而他周围的人似乎也都没有注意到 对于这张照片,中国问题专家李沐阳 在新闻看点节目中表示 没有人知道习近平这种诡异神情的原因 有可能是杯子里面水太烫 多喝了一口,结果烫到了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工作人员不太可能将刚烧开的水给洗哈 Cole Young,奎阳先生在X平台上表示 今天在网络上经常看见这张照片 如果内容没有被修改伪造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瞬间 身体方面的痛苦 这个表情一定不是来自于牙痛 关节痛那种前表性的疼痛 而是来自胸腔或者腹腔 这个表情让我想到的是 重则器官癌变 轻则反除胃酸 在习近平参加的中共公开会议中 主席台上往往只有他一人 独享两个茶杯 有专人倒茶 本次两会期间 习仍然独自享用两个茶杯 时事评论员钟原 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席端茶杯时的闭眼表情 颇有些痛苦和无奈的样子 与他对当下中共乱局无计可施的现状吻合 其中一个茶杯里应该不是普通的茶水 更可能是一种药 或许令习近平感到些许苦楚 传闻他身体有样 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作为专制政权的领导人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被视为机密 一直有些他患病的传言 2022年夏天 中共北戴河会议前 正当二十大决定习近平连任的政局敏感时刻 有关习患有脑洞脉瘤的消息 首先从外媒放出 消息说习近平患有致命的脑洞脉瘤 在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希望接受传统药物中药治疗 而不是接受大手术 类似的说法 其实更早在2020年底时 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疯传 据2018年的香港苹果日报 香港命理学家邱志伟表示 习近平73岁之后转衰运 身体会渐渐变差 其中心脏 血管及眼睛容易发生问题 近些年 习近平已多次有身体异常的公开表现 主要还是腿脚不变 2019年3月 习近平访问法国时 身体两边摆动 两脚步伐也不平衡 动作也有点生硬 同年6月 习参加俄罗斯举办的经济论坛 在离场时刚走两步突然跌倒 幸好俄方保镖马上将他扶住 习近平2022年9月14日 到访哈萨克 下机时差点在阶梯上摔倒 2023年8月21日 习近平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 不出机舱时也是步伐摇摆 央视新闻画面特意剪去了他 艰难地下楼梯那段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采访报道 独家 消息指中共上将刘亚洲 遭判终身监禁 中共军队被大规模清洗之际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 3月15日告诉大纪元 他从知情人处获悉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 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 约一年前 曾有香港媒体指 刘亚洲社严重贪腐 可能被判死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 3月15日向大纪元透露 刘亚洲已被判无期徒刑 此事他有向刘亚洲亲属核实过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刘亚洲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 有关刘亚洲被抓的消息 2021年12月 最先从旅美中国作家 碧乳协处传出 2023年2月 碧乳协又发文指 老哥们来电 刘亚洲内定死缓 2023年3月24日 香港明报发文称 刘亚洲因涉严重经济 贪腐问题或遭当局重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后 拿下的四名最大军虎 郭伯雄 徐才厚 房峰辉 张扬 除了徐才厚落马后 即病死和张扬先行自杀 郭伯雄和房峰辉 都是涉巨额贪腐 被判无期徒刑 香港《星岛日报》 2023年4月13日则称 中央军委纪委 已经完成对刘亚洲的调查 移交司法系统办理 军队正全面清除刘亚洲 有害讯息 包括涉及刘的图书 报纸 期刊 文章 题字 讲稿等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于 2023年4月12日 曾在推文中说 军队有动静了 网络还没动静 同时附上了一张 太原第七干修索 清理刘亚洲 有害信息的通知贴图 2023年4月12日 毛左派红色文化网 刊登署名赫兰峰的文章 批刘亚洲 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抵制和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等 4月13日 同是毛左集结的昆仑策网 发表署名关于的 刘亚洲批判一文 指刘亚洲作为军方策划人 邀请好莱坞华裔女演员白玲 参演红色纪录片是 低级红 高级黑 这些文章在国内公开发表 当时被认为 佐证刘亚洲出事的传闻 就刘亚洲被抓的原因 吕奥学者袁洪斌 2021年12月30日 接受看中国的采访时表示 刘亚洲一开始也支持习近平 但因为他和一名前文公团 女团员的桃色丑闻 传遍中南海 习决定让他提前退休 他的立场随之发生了改变 随着习不断集权 威胁到太子党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刘亚洲成了太子党内 一个反习的代表人物 现年71岁的刘亚洲 是安徽速线人 中共空军上将 也是军旅作家 他历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中共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是前中共国家主席 李先念的女婿 妻子李小林 曾任中共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大纪元记者2024年3月14日发现 网售的刘亚洲书籍 并没有全部被下架 在当当网搜不到 但在新华书店网上书成 及豆瓣书店有售 百度上刘亚洲的资料介绍 也没有变化 不过 左派网站和社交媒体上 批判刘亚洲的相关文章 或铁文没有被封杀 近期中共军中一大批将领落马 与刘亚洲不同的是 他们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 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人 他们均遭秘密处理 目前情况不明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鸿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